最近一个星期,上市公司被捕了四位董事长 我们知道第一个是强奸右鱼 据说他的信息披露了以后 那么有两家上海的媒体在压力之下撤回了稿件 而且我们看到的也属于那种猥亵忧虑 他的帽子套小了以后 今后的发展会成为怎么样不知道 但是紧接着连续抓了三位,这就有点不正常 那么有搞诈骗的,有虚开发票的 其实这些罪名早就有 或者说他们现在被拿出来的这些罪名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间很普遍 去年前年我们看到了辞职退休换岗 那么三千家上市公司,差不多已经换掉了一半 那么今年更加暴力,涉及到这个民间企业的,直接开始抓 那么被捕之前,是不是他们从来就没干过这些事呢? 那为什么会集中在这一个星期内发生呢? 很多人都会出现一些联想 其实更多的是涉及到类目交易 有一些我知道股民已经开始组织律师,开始告了 为什么要告呢? 因为我们看到最先被捕的是6月20号 那么新闻披露的是在7月5号以后 也就意味着公司的董事长被捕了 那么这个信息是密而不宣的 在股市上,他们的股票曾经还有拉过涨停的 在大多数国家,有点法律的国家 这都涉及到类目交易罪,会抓很多人 可能这是细节,有些人认为它不重要 那么看一看大的趋势吧 这一周抓了四个,下一个是谁呢? 我们知道像类似于这种运动式的抓人 他绝对不会仅仅限于这四个 那这个问题,大家因为涉及到钱了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是按捺不住心中的这种愤懑 坚决走法律程序 那么同时我们还看到一个更加干净利落的 是抓外教 江苏一下抓了十几个吸毒的,其中包括七个外教 其他城市呢?其他省份呢?其实也开始抓了 前面我看到是涉及到这个加拿大的,是吧? 因为孟晚舟的问题抓了几个外教 但他是有指向性的 这次不是 这次他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 我看到有些人 为政府的这种行为去欢呼 认为像吸毒啊,这一类的社会丑恶现象 即便涉及到外籍公民 也应该被抓捕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爆出来的新闻 说有些外教的这个资质不够 有些人甚至没有专业培训过 有一些人是行事犯 那么多数啊,说他们是掠迹斑斑 那我就想知道了 这些人是今天才掠迹斑斑的吗? 在他们进入中国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吗? 其实都不是 不仅不是,而且 中国开放了艾滋患者进入中国 许多人曾经把它认为是一个文明的典范 是吧? 它不以疾病来歧视任何人 是,我们知道大多数国家都不限制艾滋病患者进入本国 但是我们看到的信息不是这样的 不仅这些人进来了 而且这些人很大一部分是以留学生和外教的方式进来的 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国家有很多人他是从阳没外 可以说从清末开始 那么一等洋人二等官 这个思想在中国大地上是根深蒂固的 别说洋人在中国横着走 他有的时候就算抽交警的嘴巴的 交警只能满地跑 对吧? 交警敢当场就把他抓了吗? 不会的 要先查一查,确定他没有后台 才会依法去对他进行处罚 这种情况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了 那么中共建政以后 把这个少数民族政策 或者说把少数民族分的无限大 无限细 有点学这个前初年的这个民族分类 那么到了胡耀邦时期搞这个两扫一宽 包括计划生育这个政策 在少数民族中基本上是没有得到执行的 可以说这么多年来 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 可以简单成一句话 最受歧视的是汉族 这可能在整个国际政治中都是很罕见的一种做法 归根到底我们可以把共产党这个政权理解为类似于占领军 他们在执行的政策仅仅是为了他们自身党派的利益 甚至连民族利益都放弃了 那么今天又是抓这个弄虚作假的上市公司 又是抓外交 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了政策要变了 而不是他要依法治国了 而是他的政策要变了 我们知道全国有158万个民间企业 就非公有制的企业被安上了党位 是吧 最出名的最近的一个是华谊兄弟 就王中军王中磊他们这个 那么 现在要消灭民间企业 他要有一个罪名啊 是不是 我们看到了证监会发布了通告 这四个董事长仅仅是一个代表 绝不是这场运动的截止 那么也就意味着不需要污名化 只要把他们的本色暴露出来 可以明确的说中国的上市公司 民营的没有一个人活得下来 那么外交也是一样 两年前我们就看到了一些迹象 去年出现了明显的行政政策 那么北京开始要求把补课的这些公司 全部要取消掉 要完全按照学校的规定 来进行补课 那课外的这些东西呢 他要进行一些筛选 那么这种政策是政治上的 更多的我们知道老百姓是看实效 是吧 不看你嘴上讲的有多好 那么你能给我的孩子提高成绩 尤其是外语沉浸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孩子 稍微好一些的家庭 都是希望他们能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最起码吃的东西不要有毒 吃的喝的用的 连呼吸的空气 饮用的水都有问题 这个环境 大多数人是心知肚明的 那么把下一代送出国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语言问题 所以从新东方开始 一直到普通的外教 这一类的 都是 中共这个政权需要打击的对象 他们要收回 整个宣传口 教育口 对所有中国 青少年 教育的这个权利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 外教 被抓出来 因为他们吸毒 甚至因为他们 以前有刑事案件 他们略挤斑斑 对吧 说白了一句话 他就是编 你也不知道 为什么 这些人来自国外 对不对 随便找个名头 就把你补了 你能怎么样呢 你在中国很干净吗 从我上学的那个年代 我们就经常 与留学生发生冲突 留学生甚至给我们堵的在楼里面 不敢出来 报警 警察都 冲不进人群 这种事件都发生过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传播性病 可以明确的说 许多中国女生是自己上杆的贴上去 这个事件不是今天才开始发生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 这两年教育部有一个 搞这个一帮一一对红的 类似这种行动 一个留学生要给他配两到三个学伴 其实更多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性伴 可能鼓励了中国的学生 是吧 旅学生贴上去 希望能把这些人留下来 希望他们能对中国 产生好感 是吧 再生俩黑孩子 可能就更牢固了 中共现在体现出来的这些政策 让人感觉到啼笑皆非 它完全摒弃了 本民族的利益 仅仅是为了这个党派 在国际社会中 能有更多的朋友 被更多的国家所认可 哪怕你这个国家再小 只要你是被联合国认可的 在联合国有一票的 它就需要你 好了 民企开始清理了 外交也开始清理了 党和国家重新 走向了他们自己预想的轨道 全面的左转 还需要等待吗 其实它已经开始了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